月哥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月哥 安妮急冲冲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她刚刚接到消息 家里的护工又被父亲安东尼给气跑了 因为父亲妈护工是小贱人 还威胁要打他 安妮强压住自己的情绪 询问情况 父亲却一脸无辜 说自己一切都好 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她甚至都不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她家里 出现在她面前 可接着 安东尼又说 护工偷走了她的手表 她把手表放在了一个显眼的地方 结果手表不见了 不用说 肯定是护工偷走了 安妮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护工能力不错 人品也很好 能找到他照顾父亲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可就这么轻易的被父亲给气走了 而且 这已经是父亲赶走的第三个护工了 父亲还不依不饶 坚持说是护工偷了手表 他才把他赶走的 安妮有些无奈 他让父亲去浴缸下面的水管旁边找找 父亲经常会把贵重的物品藏在那里 安东尼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他连声质问安妮 你怎么知道我把贵重物品放在那里 安妮解释说 她是在无意中发现的 果然手表完好的放在那里 父亲却还强词夺理 幸亏她把手表藏起来了 才没有被偷走 安妮看着父亲不由的忧心忡忡 自从妹妹去世之后 她就成了父亲唯一的亲人 可现在 她却不得不离开伦敦去巴黎 因为她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她即将要搬去巴黎和男友一起生活 当安妮把这一切告诉父亲后 父亲伤心的责问安妮 这就是你不停的给我找护工的原因吗 你要离开我 抛弃我了吗 安妮有些为难 其实之前 她已经跟父亲讲过很多次 她要去巴黎了 可父亲转眼就忘了 她再次耐心的向父亲解释 她很爱这个男人 这个决定对她来说很重要 希望父亲能够理解 但她不能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家里 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护工照顾父亲 那她就只能把父亲送进养老院了 说完安妮就下楼买东西了 安东尼起身烧水 突然她听到门外有响动 叫了几声没人应答 她跑到外面一看 惊讶地发现 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沙发上 悠闲地翻看报纸 还主动跟安东尼打起了招呼 安东尼满脸回忆地问男人是谁 为什么会闯进他的公寓 中年男人也是一愣 他告诉了安东尼 他叫保罗是安妮的老公 和安妮已经结婚快十年了 安东尼被搞懵了 刚刚安妮不是说 他遇到了一个法国男人 要搬去巴黎生活吗 可保罗却说 他不知道有这回事 他和安妮很恩爱 根本就没有离婚 说完他给安妮打了电话 让他赶紧回来 等待过程中 安东尼还喋喋不休地向保罗抱怨 安妮坚持要雇人来照顾我 好像我一个人不能照顾自己一样 我不懂他为什么那么坚持 也不知道他这种愚蠢的执念 是哪里来的 他从小就是这样 脑子不是很灵光 我怀疑他是想把我送进养老院 保罗放下报纸 冷冷地说 这不是你的公寓 这是我家 你只是被安妮接过来 站住而已 说话间 安妮回来了 可这个安妮 却让安东尼更加困惑了 因为他和刚刚下去买东西的安妮 完全不一样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可女人却坚持说 他就是安妮 只是下楼买了点肌肉 女人的样子 一点也不像是在撒谎 安东尼大脑一片空白 他努力回想刚才的一幕 然后向女人描述 刚才见到保罗的情况 可女人立刻就打断了他 他告诉安东尼 这不可能 他已经跟保罗离婚五年了 安东尼回到房间 女人走进来安慰道 不用担心 把药吃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安东尼依然叙叙叨叨 已经有段时间了 周围总是出现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发现了没有 女人露出一个不自然的微笑 然后看着安东尼服下今天的药 第二天女人消失了 以前的安妮又回来了 安东尼听到了一声门铃 原来安妮又约了一个护工前来面试 女孩名叫罗拉 笑起来很阳光 安东尼非常热情 还说在哪里见过罗拉 然后侃侃而谈的跟罗拉 介绍她的小女儿 以及她画的画 看得出来 安东尼对罗拉很有好感 接着安东尼说 你让我想起了露西 年轻时候的露西 我的小女儿 突然安东尼脸色一沉 开始跟罗拉抱怨 这是我的公寓 我在很多年前买下来的 我女儿之所以搬过来 跟我一起住 表面上是为了照顾我 实际上是想把我赶出去 然后顺理成章的霸占我的公寓 接着她走到安妮面前 恶狠狠的说 我不会离开我的公寓 我要活得比你更久 是我继承你的遗产 而不是你继承我的 我还要在你的账礼上致辞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多么的无情 多么的善于摆弄他人 面对父亲的诬陷 安妮强忍泪水 百口莫辩 等父亲离开后 安妮流着泪 勉强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深夜 安妮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里 破碎的茶杯 就像她的心被摔得七零八落 趁父亲熟睡之后 安妮走进了她的房间 昨晚的噩梦还萦绕在安妮的心头 保罗的到来打断了她的思绪 安妮跟保罗说 她决定让罗拉明天就过来上班 毕竟父亲觉得罗拉跟露西很像 说不定他们可以相处得很好 接着安妮对保罗说 我感觉很不好受 真的很难 今天买鸡肉回来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 她不认得我 我就像是一个陌生人 保罗安慰道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时安东尼突然闯进厨房 一副诧异的表情 因为这个保罗跟之前的那个又不一样 她问安妮 今天晚上我们有客人吗 安妮摇了摇头说 没有啊 安东尼更加迷惑了 她甚至开始怀疑保罗偷了她的手表 旁敲侧击地表示质疑 接着又开始自顾自地说起小女儿露西 我跟她相处得很好 不像跟安妮总是相处不好 如果有一天她能来看我 我会很开心的 我会把她抱在怀里 就像小时候一样 她喜欢叫我阿爸 这时保罗突然问道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但我想要一个诚实的回答 不要耍花样 这天安妮带父亲去看了医生 医生很快就给出了诊断结果 看到结果的安妮对父亲笑了笑 虽然安妮对父亲知之未提 但医生的话安东尼全都听到了 路上她静静地坐在车里 面色凝重 一言不发 回家后的安妮也是心情凝重 床头上放着她和父亲 以及妹妹的合影 第二天 父亲连毛衣都忘了怎么穿 安妮赶紧上前帮忙 父亲说了句 安妮感谢你做的所有的事 可保罗却劝安妮听从医生的建议 尽快把父亲送进养老院 安妮有些不认 罗拉马上就要来家里了 可以让罗拉白天在家里照顾 晚上下了班 她再回来接替罗拉 保罗大为不满 她认为安妮已经付出足够多了 而她也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足够多的耐心 为了这件事 她和妻子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 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餐桌上保罗不无讽刺地对安董尼说 这下你满意了吧 你真是好福气呀 有个好好照顾你的女儿 我们不得不取消旅行计划 因为你骂走了上一个护工 然后把你接到这里来住 而且看样子你是要在我们家一直住下去了 安妮听出了她的阴阳怪气 心里很不舒服 两人不可避免的又发生了争吵 而他们争吵的这一幕 对安东尼来说就好像发生了两次 又是新的一天 安妮拨通了养老院的电话 醒来的安东尼突然发现 家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就连墙上小女儿的画都不见了 安妮告诉她 这里是自己的公寓 墙上没有画 可前一秒安妮还在叫她吃早餐 后一秒安妮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护工罗拉 给她端来了药 安东尼有些生气 因为罗拉的语气 就像是在哄小孩子 这让安东尼觉得 好像自己是弱智一样 更让安东尼不爽的是 罗拉居然说 对于露西的意外 她感到很抱歉 说的就好像露西遭遇了不测一样 安东尼明明记得露西旅行去了 吃完药后 安东尼正和罗拉闲聊 一回头却发现了保罗 而且这个保罗 还是之前在自己家看报纸 后来又凭空消失的那个保罗 安东尼开始紧张 保罗又提出了那个问题 你打算在这里烦人到什么时候 深夜安东尼在恍惚中 似乎听到了小女儿的呼唤 他起身穿过走廊推开房门 却走进了一家医院 在一个病房里 他看到了身负重伤的小女儿 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场梦 早上起床后 安东尼推开那扇梦里的房门 里面却只有一些杂物 吃早餐时安妮告诉他 辛勤的护工罗拉马上就要来家里了 安东尼记得罗拉和小女儿长得很像 他一脸期待 还坚持要换掉睡衣穿戴整齐 可下一秒出现在他面前的 却是他记忆里的那个自称安妮的女人 安东尼吓得连连后退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片刻之后 安妮走进房间问父亲 就像租酒店一样 你不觉得吗 而那个女人也在一旁 安妮说 我觉得你住在这里会更好 你怎么想 如果你还记得我要搬去巴黎了 每周末我会回来看你的 安东尼带着哭腔问 我怎么搬呢 你妹妹呢 她在哪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她 安妮含着泪 父亲轻轻抚摸她的脸颊 或许眼泪就是父女之间最后的诀别 某天清晨 安东尼一觉醒来 习惯性的呼喊安妮 打开门后看到的却是护士打扮的那个女人 女人走进来说 你女儿安妮去了巴黎 和一个叫保罗的男人住在一起 她曾经来看过你 你们一起去公园散步 她会跟你聊新的生活 新的工作 不过她已经有好几个月都没有来了 可这些安东尼一点也记不起来 说话间一个男人推门而入 安东尼彻底混乱了 因为这个男人就是保罗 女人告诉她男人是她的主治医生 名叫比尔 而她名叫凯瑟琳 这几个月以来 他们和安东尼几乎天天见面 安东尼想了半天又问 那我是谁 凯瑟琳只能苦笑着告诉她 你叫安东尼 随后安东尼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看着女儿寄来的明信片 她突然情绪失控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是佛罗莱恩·泽勒指导2020年上映的作品 这算是我今年看到的新片里 唯一一部让我既惊叹又悲痛的电影 目前豆瓣评分8.8 IMDB评分8.3 喜提今年奥斯卡六项提名 个人觉得应该可以拿个最佳男主吧 已经84岁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真的是爆战 把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安东尼演得感染力十足 以至于看到一半时 我都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之中 仿佛自己也被带入了角色里 感受的记忆错乱所带来的惶恐 影片的时间线非常凌乱 人物关系也一样 而这正是电影想要给我们展示的 老年痴呆症患者所感受到的世界 他们的记忆被分割成无数个碎片 而这些记忆碎片又被随机拼接在一起 他们每时每刻都被错乱的时间 空间以及人物所折磨 把家人当成陌生人 把陌生人当成家人 慢慢的他们会忘记所爱的人 忘记爱自己的人 甚至忘记自己 忘记一切 忘了自己活过的 存在过的痕迹 而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人 也备受折磨 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 渐渐忘记他们的陌生人 每天忍受着希望越来越渺茫的煎熬 而当影片把这种恐惧 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时 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电影的最后一幕 更是令人动容不已 当安东尼无助的痛哭着 要找妈妈时 我只觉得 有些人的人生是如此的残酷 外面的阳光那么明媚 树叶那么繁茂 可有些人却被困在 暗无天日的时间牢笼里 美好的天气经常转瞬即逝 再多的记忆终将烟消云散 或许面对着美好而又残酷的生命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珍惜当下的人 珍惜当下的时光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使用转发来打赏支持你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灰